心欺負美麗的 獎者們跟著老師的口令與音樂 一邊練習動作 一邊記住走位 儘管有些手忙腳亂 但第一次學歌仔戲 難得的體驗大家都覺得非常有趣 開心之餘也收穫滿滿 我不知道我可以 我不知道我可以 那剛剛唱就我說會不會太大聲 我是不是要小聲一點 我撥穿我們比較熟 對 這一段我們都很熟 所以可能老師有想到這一點吧 那我們比較快上手 雖然已經七十多歲了 但是我覺得玩得好開心 然後剛練習得滿身大汗 但是笑得好開心 我覺得越有錯誤 越開心 他的歌仔戲不是只有傳統的歌仔戲 他把爵士放進來 他把黃煤調放進來 各種就覺得好有意思 這樣子我相信年輕人就更願意去接近他 在小時候是有接觸過 但是中間很長一段時間 根本沒有機會看到 難得在退休以後 在將近七十歲的時候 還能參加我們大同期健康中心 所辦的這些一系列的活動 尤其是歌仔戲這個最後的壓軸 我覺得非常高興 同時也對我們中老年人 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一個效果 活動邀請有三十年歌仔戲齡 並且曾經獲得傳譯金曲獎的 陳宇安老師教長者們認識歌仔戲 學習歌仔戲的唱腔動作 以及在舞台上的走位演出 讓長者們在歡樂的氣氛中學習 體驗歌仔戲 在指導這些長輩的過程 其實不管年齡層 因為從我們的考量 多半都會是初學者 所以沒有年齡的問題 不管他是六歲或六十歲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在初學者接觸到身段 你必須要用他比較能夠理解的方式 來指導他身段的部分 讓他可以有記憶點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關鍵的 比方說用一些常用的日常的動作 來提醒他 比如說我們早三關的三 我可能就會說來比一個OK 他們就會記出OK這件事情 那就是我們講的數字 數字三這樣 所以其實在設計課程上 我們會比較偏向用耳熟能詳 像大家都知道 在台灣歌戲裡面 就是新騎白費這世五世 很多人普及都 應該都很熟悉 所以我們用這個題材 他們比較沒有陌生感 然後再加上身段 那身段的部分就要設計的簡單 惡藥 所以在設計課程上 我自己都會去思考 如何減低學習者的這個壓力 然後提升興趣 我覺得只要讓他們可以多認識歌仔戲 就會多一個人進劇場支持傳統戲曲 再發展下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接觸民眾才是我們最直接的 把這個苗子種在他們心裡頭 包括他們帶著孫子來 以後呢他們就會說啊我看過這好像就是寡戏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推廣 大同健康服務中心與大同安全與健康促進會 共同舉辦無感體驗散策大道成長者樂齡活動 以豐富長者感官 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的無感體驗 規劃一系列課程 獲得長者熱烈迴響 有中藥 然後有DIY的手作植栽 然後還有DIY的印籃 然後反正一開始他們就講無感 那怎麼樣去 還有做那個歐雞鏘 我覺得對我這個年紀 整個腦袋都回到了小時候 有一些是這個大道成的一些歷史的一些簡介 還有一些健康的講座 還有一些DIY 這些東西要教學 最後當然就是歌仔戲的這個體驗來做一個結尾 我覺得這個在我這幾十年來也很少接觸到的 我覺得非常新奇好玩 這樣的課程其實是要喚起他們一些美好的回憶 還有充實他們平常的一些生活內涵 讓他們都走出戶外 然後可以去認識大同區的美 都參與大同區的活動 也可以利用大同區的一些特有的商業活動 去充實他的生活內涵 這樣子的話 他的生活就會比較充實 然後也多結交一些朋友 其實對他的健康會很有幫助 在過程當中呢 我們有這個很多樣化的一些活動 包含有請營養師來帶領我們的長者 親手來這個手作 讓他們來體驗這個米食的一些文化 那還有就是跟我們的馬肌專校 以及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的同學們呢 共同來做一些手作的印花布啊 讓他們做出屬於自己的印花布 還有體驗這個歌仔系的部分 而且共同來做這個歌仔系的展演喔 那另外呢也跟同學們喔 就是親吟共辦 親吟共創喔 能夠來做這個眼筆拓模 還有這個認識生活周遭的一些職災啊 利用這些職災來做一些創意的手作喔 以及就是在我們台北市非常有名的迪化街 能夠讓我們的長者多認識這些重要材 並且知道如何正確的使用 那我們希望就是藉由這一系列的課程呢 能夠帶給長者一個豐富的暑假 而且呢可以延緩一些認知的退化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期盼透過舉辦樂齡活動 增進長者們對傳統藝術文化的了解 也促進彼此之間的互動交流 在輕鬆無壓力的氣氛下 學習新知 開心過生活 記者李錫會 台北報導 允錄 散了 頑